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TensorFlow的课程 是这样 我说一下我小马AI的课程计划 是这样 我准备把我今后小马视频频道的AI课程分成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KLAS为主 咱们讲一下高级API 主要是对于一些应用 另外就是我今天这个课程TensorFlow2为主 咱们讲一些稍微底层的API 咱们要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对吧 咱们既会KLAS使用 又懂得TensorFlow底层API的使用方法 这个我觉得这是我这个AI课程的目的 好 那咱们先少许马上开始 今天的标题 大家请看 自动求导 TensorFlow2给咱们带了一个非常好的自动求导的函数 咱们一起来试一试 好 咱们看一下知识点 就一个 咱们使用TensorFlow这个自动求导的公式 今天咱们就求求导 好不好 是这样 为什么叫求导 这我跟你说 因为咱们在这个深度计算 用到最多是MSE 对吧 这个应该是叫做均方差的函数 对吧 损失函数 然后咱们让 因为导数它是什么 它相当于是切线的斜率 对吧 咱们想这个损失函数最小的话 均方差最小的话 咱们就需要全导数之后改变斜线的斜率 让咱们点能够达到整个曲线的最底部 对吧 这就是求导的功能 今后咱们再讲TQ下降法 主要就是求导 对吧 好 咱们先稍微看一下API 首先给你访问一下API的官网 我也是从官网上学的 咱们看一下 这个是TensorFlow的官网 Go 那请看 就这么一个类 这么个函数 对吧 把这样都写 它怎么用 OK 那咱们怎么用 咱们看一下 实战演习 首先说 我今天给您举个例子 X的多 X的N次方 这么一个公式 比如说咱们有一个公式 叫什么 叫FX等于X的N次方 可以吧 以前咱们上高中时候都学过 Y等于X二次方 对吧 Y等于X三次方 加5X减三 对吧 今天我给您举个例子 就是X的N次方 对吧 咱们就对这个公式 就导 咱们都知道 比如说X二次方 这是一个抛物线 对吧 向上抛 对吧 然后下面有个谷底 对吧 这个是XN次方的意义 OK 然后咱们看一下 XN次方的导数 咱们写成什么 咱们写成这个F比 对吧 X然后等于什么 大家请看 我N次方 就是N 对吧 N乘以X的N减一次方 这个就是XN次方的导数 有朋友说 你说的是什么 这个数学我听不懂 我跟你这么说 咱们初学者来说 您就不用懂这些东西 但是我跟你说 您知道XN次方 它的导数 这么写就行了 XN次方的导数 是N乘以X的X的N次方 N减一次方 就可以了 对吧 你说这个导数 怎么推导过来的 不是咱们关心的问题 好不好 咱就死记 XN次方导数 就是N乘以X的N减一次方 好不好 OK 那么今天咱们知道了 这个导数公式了 今天咱们就求求导 好不好 我先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 大家请看 Y等于X二次方 对吧 X二次方 大家都知道不 2 2乘以2的二次方 4对吧 3的二次方 6对吧 Y等于X二次方 它的导数是什么 大家请看 Y对X的求导 就等于 刚才咱们这个公式 对不对 这个公式怎么写 大家请看 2的X的2减一次方 约等于 别约等于 就直接等于2X 有意思说 X的二次方的导数 这个曲线的斜率是2X 就可以了 对吧 好 那么咱们在TensorFlow中 怎么实现 如果咱们自己用API 用NumPi 一点点实现 也能实现 非常的麻烦 对吧 用TensorFlow就很简单 咱们马上试一试 下面是我这代码的实例 好 咱们马上跑 我讲TensorFlow的底层API的课程 可能稍微面向高端用户一点 没关系 咱们都要学会 好 咱们试试 把代码拷贝过来 给您简单的讲解一下 第一行 ImportTensorFlow没错的 第二行 咱们给S一个出值 我给的是10 给几都行 50 80都可以 然后咱们V字 咱们就调用了 TensorFlow Grounded Tape 这是大家的求导函数 对吧 然后艾子乘这个tape变量 然后用这个tape.watch去观察跟踪一下这个x 然后这个地方写咱们的公式 今天咱的公式是y等于x二次方 对吧 就这地方吗 这写法一样吗 一样啊 OK 然后咱们定义完这个公式 接下来 大家请看 用这行进行求导 用y对x导数等于什么 等于tape.gradient 然后是y对x求导 行吗 求完导之后 咱们打印出来导数是几 咱们先别打印 咱们先看一下 虽然我这不是写出来 咱们看一下 我这x等于10对吧 那么以咱们刚才导数方程的话 y对x导数应该是2乘x对吧 那我这x是10 那结果呢 20对吧 咱看是不是20 OK 这就是求导数 我针对于这个s帮他给我求导数出来 存盘退出 运行啊 稍等 我现在不先进我的环境了 OK 清平python go 初始画一下censorflow 然后出来 大家请看 给我的值多少 20 没问题吧 是不是2x 是 好 咱们再改一个 因为这个课程稍微有点难 所以咱们每期讲少一点 100 行不行 那么100 它这个y就等一半了 对吧 那么它的导数是多少 2x对吧 200对吧 看一下 清平 go OK 大家请看 是不是200 有事说 当咱们知道了这个t2下降法的理论之后 咱们不用手工去对某一个公式进行求导 tensorflow都给咱们做好了 您说不是吗 非常的方便 作为这个tensorflow基础API的使用 今天我给您介绍了最重要的求导函数 希望对您的学习有所帮助 这代码我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兴趣关心我的视频的朋友 希望您能够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平时再帮我点个赞 愿意转发给您的朋友 分享给您的朋友 也希望您能够分享给您的朋友 好不好 咱们大家一起学习 OK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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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